今天呢我们要来谈一谈老人问题 所以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 但是呢在现今这个工商社会 人人都希望能够自己组织一个小家庭 使得年迈的老人家没有人照顾 或者呢被送到了养老院中 让我们来请教圣言师傅 现代的都市人要如何才能够兼顾自我的需求 又同时对家里的老人家能够给予充分的照顾 社会的环境改变了 我们居住的方式有改变 那么家庭的机构啊 虽然还是跟过去相同啊 可是呢所谓五代同堂三代同堂啊 不容易 就是两代的人能够在一起住 大概是啊父母跟还为成年的孩子在一起 否则的话 孩子成年以后 跟父母住在一起的这种情形呢 会越来越少 那么在现在的西方人 也就是说已经开发的 已经呢 现代化的工商业的都市社会 那至于西方啊 就是农业社会也是一样 年纪大的和年纪轻的并不是住在一起的 年纪大的人慢慢慢慢的呀 就变成了夫妇两个人相依为命 如果要是跟说儿女儿孙能够共同生活在一起 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 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所以呢 现在的西方 比如说为老人的福利 以及呢老人的安养的地方 老人的中心 以及老人呢 他们的社会 那么这样子的做法呢 也是不得已的 并不是说西方人就不喜欢父母 也不是说父母本身就是一个累赘 不是 因为这个现代的社会啊 是那么的快缩 样样都是那么快 生活步调太快 连吃的东西都是啊 就是蔬食 那我们的家庭也是一样啊 家庭早上起来 年纪轻的人 小孩子要上学去 年纪轻的人呢 要去上班去 要去照顾老人 等着老人起床 这个是一个 几乎变成了不可能 晚上老人家睡得比较早 那年纪轻的人还没回来 小孩子们还要做功课 还有呢 年纪轻的人在一个 跟年纪大的人在一个家庭里边呢 连看电视都有问题 年纪大的人说要看的 跟年纪轻的人看的不一样 如果一个家庭空间呢 比较小的的话 那就是相当的麻烦了 就常常啊 为了吃的东西 为了用的东西 为了生活的空间 为了对孩子的管教的观念 和方法 为了自己呢 日常生活之中啊 所有的点点滴滴的小事情啊 都会跟了老人家 会产生了摩擦 不要说是媳妇跟那公公婆婆之间呢 不容易那么和谐 就是儿女跟自己的亲生父母啊 也不容易那么的和谐 所以是呢 这个问题呢 将来会又来又严重 因此呢 年纪大的人呢 应该要有心理准备啊 年纪中年的人呢 也应该要心理准备 不要等到那个时候觉得 哇 这个怎么 怎么这个样子的社会 我们的社会本身就是这样子 现在非得走上这样的路不可的 所以中年人准备老 老的人准备着 死以前呢 你不要说 老得好寂寞 老得好痛苦 老得好 没有意思 因为这个时代就是这样子 社会就是这样子 这个老人将来呢 又来又多的 就不知道做什么 那是如果说 两个老人家 并没有一定啊 需要外边的人 年轻的人来照顾的话 最好两个老人家 能够这个互住啊 是最好 我在美国 我看到 有一个小岛上啊 都是住的老人 那老人家 已经80多岁 可以90多岁了 一个小 一个小房子 一个房子 一个房子 他们的家庭啊 每一个家庭都还不错 住在那边 他们彼此 互相的照顾 还有呢 他们自己呢 还能够开着车去买菜 还能够啊 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 那如果说 有一个人 家里面有了问题 其他的人呢 会帮忙 就是老人村啊 那么这个 这样的一个社会 也不错 他们彼此照顾也很好 其中有一个 是一个副教徒 他已经70多岁 快80岁的人呢 他在家里边 已经是老人 他本身呢 是一个 专一的护士 他退休已经很久了 在家里边 已经算是没有用的人 在医院里头 不要他了 他已经退休了 他 结果呢 他就到了那个老人村以后啊 他这个 非常的 有成就感 他就给我讲 师父啊 我现在专门 照顾这些老人呢 他忘掉了 他自己也是老人 他是一个很有成就感 把那些老人照顾得好好的 他自己的健康啊 并不是那么好 但是呢 因为有那么多的老人 需要他照顾啊 他好健康 他非常的愉快 那然后呢 他说缺少的是精神的 因此呢 他跟我讲啊 希望能够多一些精神的食量 那我就跟他们讲 最好念观音菩萨咯 最好念阿弥陀佛咯 不要等着死咯 不要老实在念儿女咯 要管管你自己的未来咯 未来就是多念佛 多能够啊 念念佛啊 这个是 把念佛的功德 回向个儿孙 让他们健康 让他们呢 富贵 让他们呢 能够平安 你不要老实念儿孙 能够念佛念了以后啊 把功德回向个儿孙 这样子不是很好吗 我建议了以后呢 对他们很有用 这个是一个中国人的 一个老人的一个机关 那也有一些西方人在里头 那个社会是讲英语的 那么我对那个 这位老太太啊 老居士啊 我觉得很赞叹 这是个老菩萨 真的这么好 我想很多的老人呢 将来未来就是走这条路 往里头说 现在的市面上呢 可以说充斥着各种儿童读物 有的内容充满诱惑 有的具有暴力倾向 对儿童的身心都不太适合 那么什么样的读物 适合小孩子阅读呢 佛教界有没有可能 也制作一些 适合小孩子看的读物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师傅 来为我们开始 关于儿童读物 在我的这个时代啊 我小的时候 那是民国二十年代 没有数位儿童读物 那个时候漫画还没有开始 中国还没有数位漫画 我们中国的最早的漫画 可能是红一大师的弟子啊 风之凯 他在画的啊 所谓护生花籍 那个就是漫画 我记得最早读的一本书 风生榜 这个风生榜啊 我看得懂也看不懂 这是看到里面在打架 最初看到就是那个画 几幅画蛮好看 这个古装的 就是一些神啊 一些啊 这个武将啊 看起来蛮好 那个就叫做儿童读物 我小的时候就看这些啊 没有现在的孩子们呢 这那么的呀 有福报 这所谓有儿童的画 儿童的书 那我也记得 我的有一个出家的徒弟 在三十年前呢 我想是三十年了快 这个到我们文化馆出家了 到我师父那里 这个做我的徒弟 但是是我的师父带的 我师父带了以后呢 他那个时候小孩子 就跟这个小菩萨差不多 大概十岁不到 那他这个天天跑到哪里去呢 跑到我们白头山下呢 那个看那个公仔书 就是就是看那个什么 儿童的漫画连环图画 一看看个半天 星期天不容易看到他回来 一早早一早就准备 找到那个这个这个连环图画的 那个书坛上去找到他 那么像这样子的情形 可见的孩子们呢 需要有他的多屋 那我们副教界呢 在这个十来年前呢 已经开始重视注意到 这个儿童的多屋 已经的儿童的漫画 这个是在高雄 有一个洪法师的开政法师啊 他就是曾经呢 举办过几次儿童 这个副教图画的训练班 那我们的果饭师呢 就那个时候就在来 学儿童的图画 现在我们的果饭师 画了几本书 一本很有名的 叫做大家的妈妈 画那个观音菩萨 画得还不错 那我们现在呢 呃 副教界啊 有好几个团体 已经注意到 儿童多屋的需要 而在努力 那我们现在都市呢 在技巧 社会上 已经呢 已经有成就的 会画漫画 以及呢 写呢 写儿童多屋的 这些作家 请他们来为我们写 现在呢 我们副教界呢 至少有两个地方在做 一个是我们 发古山的 发古 出版社 出版公司 在做整套的 整系列的 高深 专辑小说 另外一个呢 福光山 的出版社呢 也在做着啊 这样子的 一个系列的啊 儿童多屋的啊 出版计划 那我们呢 计划出四十本 到一百本 那可能这个两个 这个团体呢 出的书的 出书的 这个项目 都是相同 因为佛只有一尊 要画 大概是去画的 释迦牟尼佛 要写 玄奏三章 这些都是 玄奏三章 但是 写的人不一样 画的画风 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现在呢 正在啊 正在唱到 这些读物 而这些读物呢 需要父母们 去 把这些书找到 然后呢 能够跟孩子们呢 一起地读 不是让孩子 自己选择 孩子自己选择 一定是选择 那些很糟糕的漫画 他不知道 看了那些很好玩 他就买回来看了 那父母们呢 要为孩子们选 选了以后 要陪着孩子们看 而且呢 还要告诉孩子们 对本书里边 哪一些好处 哪一些优点 这都我们学习 这都我们呢 去啊 模仿的 那么 有一些什么叫做 不好的漫画 就是呢 毁云 毁道 又是黄色 又是黑色 还有呢 灰色的 黄色 黑色 灰色 灰色的就是一种啊 悲观的 让人家感觉到 这个世界是没有希望的 像类似的这种书籍漫画 小说 都有 那我们对孩子们呢 要让他们呢 少记错这些书 如果孩子们看 在正在看这些书的时候 不要骂他们 你一骂他 你越是骂他 他越是找了这些书来看 这是禁书 是禁书啊 是最刺激 最诱惑人的 所以你不要把它当成禁书 禁着孩子看 而是呢 让孩子看了以后 叫孩子仔细告诉你 这些书里边呢 你看到的 哪一些啊 知道我们学习 哪一些啊 我们是需要避免的 这个 反过来 一种教育也是 所以是呢 我们对孩子的 读物的 读书的 一种啊 选择和帮助 一定要 要大人仔细亲自来做的 不是让直接 要让小孩子仔细去找书看 那是很 很不可靠 也是很危险的 有的孩子们呢 不愿意接受 父母的意见的 他们希望仔细去找 特别是啊 到了初中 到了高中的时候 父母们讲的话 都不算话 他们什么话 什么人都不听 可能就听他自己的意见 这个时候 父母应该要 可苦口 苦心的 来给孩子们 商量了 让他们 晓得 哪一些是有用的 对 智慧和慈悲 能够增长的书 这就是好书 相反的 那就是坏书 网民托福 早在汉草的时候呢 佛教就开始传入了我国 后来中国佛教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而发展出自己的特色 同时呢 也因为重视理论 跟重视修持的程度不同 发展出了八大宗派 以目前的台湾来说 这八大宗派之中 有哪几个宗派比较兴盛呢 让我们恭请圣言法师来为我们开示 其实在中国的佛教 从魏晋南部朝 开始渐渐的 一直到圣唐时代为止 形成了 所谓大小是宗 小盛的有两个宗派 就是陈时宗和聚水宗 大盛的有八宗 就是呢 天台宗 华言宗 三轮宗 维时宗 净土宗 禅宗 还有密宗 所谓八大宗派 也就是大盛的宗派呢 是根据啊 印度翻成中文的 金律论三藏的教典 根据不同的金 那就出现了宗派的呢 比如说华言宗啊 是根据华言经 天台宗是根据法华经 又根据不同的论呢 那么小盛的 是聚水论 根据聚水论呢 就成为了聚水宗 然后呢 成色论呢 就是成色宗 根据啊 维时论呢 就变成了维时宗 根据啊 宗观的三轮宗 也就是宗论 百论 十二门论 三个论加起来 这是空的 就讲空宗 一共啊 三种论 这个宗 后来叫做三轮宗 另外呢 根据戒律 而弘扬 的宗派呢 叫做律宗 另外呢 根据啊 印度传古来的密法 那就变成了密宗 说密法是 有的是经 里边呢 多半有一些是仪轨 这修行的仪轨 和啊 这个密宗的经典 那就变成了密宗 然后呢 净土宗是根据什么 也根据 有三部经典 就是弥陀经啊 或无量寿经呢 观无量寿经呢 而成了专门修持念佛 而往生了西方净土的法门呢 这是净土宗 最后一个 就是禅宗 禅宗啊 据说 在历史的一种 传承呢 是从印度 释迦牟尼佛 传第一个大帝子 姆霍加舍 再传 他的另外一个帝子 叫做俄南尊者 然后从俄南尊者 一直再往下传 传到第二十八代 那就是菩提大摩 那相当于我们中国 两五 这个南北朝时代 两五地的时候 进入我们中国 在传下了 中国的传宗 那就到了啊 唐朝的时候 有了第六祖 会能出现呢 就大兴 禅宗的中风 然后唐 唐朝 这一个时代 禅室 非常的多 激活 激活 所有的一些高生们呢 无不修禅 无不讲禅 甚至于天台宗 本身呢 也要修禅 而华言宗 结果最后呢 变成跟禅宗啊 喝流 那密宗 后来呢 就在中国啊 经过一段时间呢 在唐玄庄 之后 很快没有多久啊 就没有了 在 在中国啊 没有了以后呢 传到日本去了 然后呢 进入中啊 中国是八宗 几乎每一宗多念佛 所以净土宗 虽然是有一个宗派 但是呢 并不是那样子的 严格的说是 哪一个是净土宗 也可以说 每一宗派多念佛 多念阿弥陀佛 都啊 往生求生 西方净土的 那么至于禅宗来讲的话 这是啊 维系的时间对求 中国的寺院啊 从唐摩以后 一直到近代为止 中国所有的佛教寺院 大概 百分之九十以上 甚至于九十九 多是禅宗的寺院 其他的 多不是啊 其他的这个宗派就很少 就少数的一间两间呢 所以是传界的地方 叫做立宗的寺院 而净土宗并没有一定的到场 说是永远一代一代的都是净土宗 这样子的寺院 那么在现在的呢 最盛行的是禅宗 甚至于包括念佛的人 也是啊 从禅宗出来 而禅宗的人也念佛 那禅宗一共有五大派 七大支流 那么到现在为止呢 这剩下五大派里边的两个派 一个叫做曹东宗 一个叫做林基宗 那我自己呢 就啊 传承了两个 我的师父 东处老人 是出家在林基宗的寺院 传发是在啊 曹东宗的寺院 而我个人 我跟我的师父 东处老人呢 既曹东宗的 又跟呢 林元老和尚呢 既林基宗的 那么这个林基宗的是谁呢 是啊 在望上 就是虚人老和尚 所以今天在台湾 讲宗派来讲 已经很淡漠 但是呢 如果一定要说 是啊 禅宗和念佛的禁度法门 是最盛行 密宗 这是啊 最近才从西藏 再传过来 而已经呢 原来的密宗已经不见 我弥陀佛 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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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